姐妹们 晚上我从图书馆回来之后 又出去偷吃了 先去全家买了这个燕麦拿铁双拼吐司 它有一面是白色的 应该就是普通的吐司 还有一面就是那个燕麦拿铁味的 刚开始我没吃出拿铁的味道 但后来我发现确实是有的 然后我又去罗森了 我感觉我每天晚上回来 我都要跑到罗森去转一圈 就算什么都不买我也要去转一圈 我觉得这个行为简直太不好了 所以我决定从今天开始 我要戒断便利点 就从戒断罗森开始好吧 我要尝试开始戒断一切 会让我上瘾 但是并不会给我带来什么好处的东西 比如说天天跑去罗森 虽然它确实挺好吃的吧 但是我感觉反正这样太不好了 我要戒掉便利点 你们信吗 白嫩从今天开始 明明不会再见到我吃便利点了 吃完了糖椒起拍和鱼丸 我发现还没吃错 我是又买了一个 芝士味的冰皮月亮蛋糕 还有一个那个新品品 其实这不是我第一次吃这个芝士味的 不过我之前吃的时候没有拍视频 我本来以为它这个咬开里面就是黄黄的那边 但这个其实就它是那种奶黄色 淡淡的黄色 但我觉得里面还是有芝士味的 还挺好吃的 不过我最喜欢的还是那个 那个糯米糍的 我觉得那个是我最喜欢吃的 就是这么多冰皮月亮蛋糕口味 但是这个它外面的白粉也太多了吧 吃一口身上全都都湿了 然后再来吃一袋这个土壳 这个土壳其实出来好久了 但是它一直没有吸引我满 因为我觉得它看上去 好像就能猜到它有什么味道 果不其然我吃了一盆 确实一般般 但是它就是上面好像撒了一层那个花生酱 还行吧一般般 没有那个燕麦拿铁土壳好吃 真的是我最后一次吃螺丝了 真的 除非它下次再有什么新品 我才会吃好吧 不然我是绝对不会再吃重复的东西了 姐妹们记住我这个flag好吧 希望我不要打你 好就这样 姐妹们晚安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